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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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忘记没有了以往的温文尔雅 他眉头紧皱 双眼不满血丝 为了压制怒火 手上的功都被强行捏碎 于是中途退赛 比赛结束 云梦将是魏无羡 拔得头筹 提前离场的孤苏来忘记 竟也排得第四 至于主办方的齐山温氏 则无人上榜 本想搏个威望声明 没想到 在设议大会上杀鱼而归 温若寒也不欢而去 四大家族 空有尽忧啊 总结 纵观此集 五大家族宗主 同时登场 不同的暗线 伏笔和人物关系的梳理 人物矛盾 与巨型铺垫 都展现的淋漓尽致 奇山温氏的专横跋扈 四大家族间的暗流涌动 与不同立场 温宁小天使的 勉腆可爱 为人拔了头筹 和江城 听到成绩以后的 激动欣喜 与黯然神伤 且还有结尾奚落的太阳 此集可以说是 信息量很大的一集了 由此可得 似乎前篇剧情的高潮 就快接近 好的 追单看漫思剧情 本周磨到三分钟 就是这样 敬请期待下集剧情 为您揭晓